首先好 多謝各位 也麻煩各位新聞界的朋友 今天來到我們鄭松泰議員辦事處的記者招待會 今天最主要是講一講 鄭偉俊議員他在教導之前提出一個譴責的議案 就著我在議會裏面的行為 還有他指涉我在行為上是有侮辱國旗的指控 這個議案就會在明天的立法會大會 即是10月14日會上大會去辯論 以及去做一個投票通過的動議 我講講幾點的立場 首先第一件事我會認為就是韋晉議員 他這個做法是一個無理上綱上線的政治審判 當中帶來的效果就是利用著議會建制派佔大多數 透過一個議會暴力的方法 進行一個政治的審判 甚至是一個類近政治的批鬥 為何這麼說呢 第一點就是如果我當日在議會裏面的行為 是涉及一些違反國旗法有關的條例的話 其實是大可有其他議員 就已經是提出司法的程序 即是意思是報警處理的了 但是見到的今天 即是最小司法機關 和相關一些已經報警的議員 他們的投案或者被案是不被接納的 大家明白而已 意思就是在那個司法上 不好意思 在司法上的話是不成立 而第二就是如果當日的行為 是涉及和國旗有關的話 今天謝偉議員提出這個動議 亦都是有一個侮辱國旗的成份 因為譬如舉例在國旗法裏面的話 即是國旗和區旗的擺設的位置 高低的水平 裏面的那個旗的大小 都有相關一些的規定 而很明顯 當日那個建制派的議員 他們在議會裏面那些的展示品 它是不符合一個國旗的資格 亦都因此去到第二點 如果那個說法是不成立 不是一個涉及所謂的 一個侮辱國旗的說法 亦都說是 至於延伸到去說 那個宣誓條例的 這些是無關宏子的討論 第二件事就是說 這個做法 這個在議會裏面透過 議事規則的49B1A條 作出一個譴責動議 取消這個行為 明顯是一個政治的審判 上光上線式的一個做法 亦都因此 我理解到我們都注意到 在謝偉鑽議員 他在兩個星期前 在內會 都有提交一些相關的文件 但是在明天的大會 裏面的一些用字是改變了 尤其是關於國旗和區旗的說法 明天大會的用字 是將它直接稱為一個展示品 證明的就是說 其實是建制派的議員 在謝偉鑽這個動議下 都是有一個理愧的地方 好了 去到第三件事 我會認為 這個動議在明天的大會裏面 是一個辯論或者討論的時候 很實際的 這個是反映到我們香港議會 建制派的佔一個大多數 透過一個暴力的方法 去進行一個政治的審判 因為作為一個民選的議員 大家都很清楚的 我們的議席是理應由選民 透過選舉去作出一個評價 而不應該在議會裏面 是建制派的議員 透過這個議事規則的49B 去動議一個這樣的譴責取消議席 最後一點 這個動議是有機會通過的 我想強調 我再次強調這個動議 是有機會通過的 因為這個動議 它只是相對低的門檻 就是出席的議會議員 三分之二 在投票贊成的話就會通過 換言之 如果泛民主派 又或者非建制派的議員 有任何差池的話 是會造成我的議席 亦都會令到這個議案通過 亦都會開了 我們議會是透過多數暴力 去褫奪議員議席的先例 這個是先例一開後還無窮 所以最後的就是 我希望 亦都相信 泛民主派的同事 他們是會 去捍衛我們議會的 不斷掛在後面強調的 關鍵的三分之二的否決權 這個是他們掛在後面的說法 亦都是大家明白的 這個否決權在今天的政治氣候 是相當重要的 雖然梁振英已經宣佈 就是不會連任 但事實上過去的五年 他在香港造成的禮斌惡壞 我們是需要作出 理智上 法治上的重新整頓 換言之 就是說我們不能夠調以輕心 並不是梁振英他宣佈不連任的話 我們香港人面對著的憲制的危機 基本法的扭動 議會的暴力 又或者是我們無法一直以來普選特首 等等等等 一些制度上的缺陷 是迎人而解 而就位晉議員他這個動議 只是一如既往 是透過我們香港的扭曲 而且歪曲的一個制度 去作出一些政治的行為 當然可能有一點是大家很需要注意的 事實上當日我的行為 立法會主席梁振英議員 他已經是作出了裁決的了 如果就位晉議員當刻 是不滿意梁振英主席他的裁決的話 是可以當刻提出的 但是他沒有做到 可能有兩個原因 第一 第一 顧住留會 作出一個政治的表忠 第二 就是 亦都是在這個行為上 是令到我們的議會 過去一直的 就是建制派掛在口邊的 做實事 不搞政治 亦都是希望我們香港人 就不要那麼多炒鬧 就是叫做經濟發展 健康的議會主義處理的說法 是一直這樣破壞 但是當日 謝偉俊議員他 是沒有直接提出 沒有向梁振英主席去反映 而他也沒有尋求一個司法制度上 那個的處理 反而是透過一個議事規則 去作出這個政治的審判的話 綜合我剛才上述所說的一些理由 我很相信 謝偉俊議員這個動議 最大的意味 是他不滿梁振英主席的當日的裁權 而他作出的一個政治的舉動 如果配合之前 尤其是選立法會主席的時候 的一些爭議 而謝偉俊議員 他都很清晰地表達過 他是想選主席的 就是令到大家有理由猜測 他只是透過這個方法 將這麼多的議員 無論是建制派或者編建制派 擺上台作為自己的政治籌碼 去打著紅旗反紅旗 去批鬥這個立法會主席 那我覺得當然 講到一些原因 可能是有少許誇張了 但最少的就是 我在這個議案上 我見到謝偉俊議員 對於主席的裁決 他的不滿 那這個是我們 為何今天在這個時候 在明天那個立法會表決之前 就要開個記招 希望大家都要關注這個事件 是 你意思是通過了 即是成功了 成功了就被人取消議席了 下一步會有甚麼行動 首先我再強調 我相信泛民主派的議員 他們是會緊守崗位 因為始終這個先例一開 是我們立法會從未試過 即是無論 譬如可能之前 關於大保機制 長毛的時候 也都是謝偉俊議員 都提出過這樣的譴責同意 金賴威的涉及一些可能 關於性騷擾的一些匪民 等等 都在這個做法下 當年都是被否決 但是我是完全沒有想過 就是說今天 在議會裏面的所謂行為不檢 是會去到這樣的地步 如果 正如你所說 萬一是通過的話 我其實只能夠想到一個可能性 就是出席的議員不夠三分二 即是說出席的議員 有三分二是支持的 換言之即是說 是有泛民或非建制派員 缺席的情況下才會造成的 我不會猜測為何他們不出席 很老實 因為我相信他們會出席 但是在立場上 我再次強調 只有 建制派或者保皇黨的議員 才是會 認同或者贊成 這一類型的政治審判 我覺得這個是最明顯的表現 即是如果是通過了的話 很簡單 可能四個字去概括 就是助紂為約 那你有沒有聯絡一些泛民 去叫他出席 去投票或者不要留會 或者不要通告 那些 首先 在上個星期 我已經去信給所有議員 因為我會這樣說 議會的尊嚴 並不是只屬於建制派 又或者非建制派 你應該那個議會 我們的程序正義 我們議會的認受性 或者正當性 是由選民而來的 所以 我上個星期去信的時候 我就沒有特別去篩選 哪些是泛民 哪些不是泛民 那我就去信給所有的議員 亦都是希望他們 關注這個事件 出席這個會議之餘 就是要投下反對票 因為之前有些泛民議員 就說 覺得你那個盜住國旗的行為 就有點小學雞 你擔不擔心他們明天 他們未必說贊成這個議案 但是他們不會刻意繳齊人 去出席明天過半 我想 這是要區分兩件事 第一件事 就是他不同意的行為 但是去到利用議事規則 去取消議席的話 是兩回事來的 當然在行為那部分 我同意他所說的 當日是小學雞的 但是我需要加以補充 亦都有主流媒體的評論 指出當日建制派的樓會 是幼稚園雞的說法 當日是成報的報導 我相信大家都應該有看到 這是很重要的 因為過去建制派 都不斷批評反對派 說我們透過樓會 進行一個政治的鬥爭 去處理的說法 但是在梁正英的管治下 建制派是隨著他跳舞 隨著他起舞 我覺得他們建制派 就著當日的樓會 是需要面對選民的批評 至於你說 回到泛民的說法 他們會不會是因而去不出席呢 正如我剛才回答 剛才那位記者朋友所說 只有建制派和保皇黨 我相信 才會贊成這一個動議 以及在這個動議底下 是作出一些無靈兩可的表態 否則你作為一個 以香港人為本 以我們的議會的尊嚴 以及以我們的議員的認受性等等的討論 為本的一個民主派代議事 你是沒有可能是缺席明天的大會 當然這個基本是你的責任 你出席會議 有沒有其他朋友有任何問題 是 響鐘? 關於響鐘的方面 我是有心思熟慮的 如果議事廳不夠人的話 即是表態的一刻 我是會響鐘 給一些時間 其他泛民主派的同事 趕及回來 但你會不會不斷 因為見到議員的 暴力度很大 我想沒有這樣的必要 因為始終 就是這個動議 最終都是需要投票決定 也是因為在那個 建制的多數暴力下 是面對著這個危機 所以我不會認為 是響鐘 或者是在議會裏面 一些所謂抗爭的手法 可以在這個議案上 是否有些明顯的效果 是 你的意思就是說 我會不會報復 是否這個意思 第一件事 我相信其實 香港市民 是很希望見到 我們議會裏面的代議士 我們的議員 真是做實事和議政 所以我不會陪借委診 很坦白說 至於第二 如果那個議案是否決的話 之後會不會有些事情跟進呢 我相信這件事 是會留待由香港市民去判斷 因為始終在議會裏面 哪些人是破壞我們香港 既有的法治 既有我們香港的價值 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那麽我覺得 我不需要在這裏 和他類斗女 有沒有其他 其他問題 有沒有人想問我 如果真的被人取消資格 我會怎麽做 你們好像不會相信 會發生 你們相信不會發生 我想強調多一次 是會發生 是會發生 因為今屆的議會 那個的尺度拉得很低 意思就是說 其實去到一個地步的話 是議員沒什麽出席 或者沒什麽投票 大家沒什麽懷疑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一個 就是印象 其實很實際的就是 影響民生的議案 這兩個月以來是通過了一個 就是追加撥款 但是其他基本上 是不是很直接影響民生 換言之就是說 其實基本上去到這樣的尺度的話 是可以有脫漏的 所以其實不是說沒有一個的機會 那當然 那當然 會做到這個效果的話 我相信那個成本 是整 第一件事是所有的議員都會承擔 尤其是非建設系的議員 還有是一個 香港社會整體是 需要承擔這個成本 就不是說單純我自己個人的議席問題 就是通過了會怎樣 說不可以出口呢 如果我的議席是被取消的話 只有我剛才所說的一個情況 就是泛民主派的議員他們缺席 或者是投贊成票 這個做法的話 換言之 我可以理解為 將我視為建制派 又或者將我 不視為泛民主派 但是這件事我會認為 是違背了民主的理念 即是非我族類的話 就不幫了 但是民主的原則 不應該是這樣 所以如果我的議席是被取消的話 在泛民主派的理解 即是真的會做到這一步的話 即是說我可以是一個建制派的回應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即是說如果我真的被取消之間的話 我是會以…即是如果在泛民主派的議席裡面 我是會以一些… 或者我這樣說 如果明天我是被取消即可的話 在泛民主派的議席裡面去默許那件事 助就為了去通過呢 我們的議會 也都是沒有任何的存在價值的 因為我們說的存在價值 就是關鍵的三分之二的否決權 那這個否決權在什麼情況下 會是用到呢 就是一些關鍵的議案 和一些重要的事件 即是說政改方案 和一些類型的動議 那如果泛民主派在這一刻 都不會是… 把握這個否決權的話 換言之我們的議會是沒有任何的存在價值 也就是說解散立法會 是一個很理所當然的處理方法 那我是會用我的方法去解散立法會 這樣說OK吧 那至於你說在管治的一方 那我認為的就是現在那個政治氣候 都是等著明年三月的特首選舉 那白費待興的第一步 就是應該是議會的秩序重整 而重整的方法 並不是說好像建制派所想 以那個議會的規則或者秩序去施壓 而是很應該是順應香港人 我們一直以來提倡的訴求 包括的就是雙普選、智柱這些 講到口都爛的訴求 那我不排除是做私立覆核的 那至於哪一類型的私立覆核的話 就是等明天那個情況出現了才再考慮 那至於當然在我自己的角度去考慮 如果真的有個議席被斥奪的話 就證明是大家受益的一個代議士 在香港是沒有任何制度的保障 也就是換言之 尋求基本的政治的庇護 或者政治的保障 我覺得是一些可行的角度去考慮 那這個記者會之後到明天開會投票 你會不會和一些泛民去呼籲一下 他們支持你投票 我再強調一次 其實我相信他們是不會不出席 也都是不會不投票的 那一會兒我是會下去這樣 那我覺得上個星期去信給 就是這麼多位議員的話 在那個禮儀上 在那個政治上 都已經是一個提醒的了 那我覺得這個是基本的信任 政治上的基本的信任 你首先說你等一下會再下區再呼籲一次嗎 不是 我下區去處理石離中轉路 沒有關係 是 有沒有其他記者朋友的問題 你有沒有後悔當初搞了一些彈機出來 或者感覺很無謂 就是整個行動 還有如果今次因為這個行為 令到謝偉俊這個議會 可能為你造成了一些危機 會否影響你以後在議會裏面的抗爭 我不同意這個說法 我認為這是一個錯覺 就是現在你看到的是任何的行為 他都可以利用到49B1A條 去作出你的指控 譬如這樣說就是 蔣麗雲議員他認為你不看著他 你要看著他發言 你不看著他 那他就說你會否是否污辱了我 或者你看著他會否污辱了你 就可以用這些動議 因為那個基礎不是說 你那個行為是甚麼行為 那個基礎是建制派的獨大 所以 尤其就是正如我所說 如果當日是涉及是國旗或者區旗的 其實建制派是更加利益 因為這兩點 第一件事你沒有理由 將那個國旗和區旗插在杯座上面 那個是我們立法會 裝一杯的玻璃杯杯座 第二的就是說 如果真是國旗的話 那你國旗法是有那個位置上的規限 至於第三 你帶得國旗區旗進去的話 你是沒有可能 將你的國家置之不固 然後製造立會 這件事我覺得是一個很廉價的 展示和表忠行為 既然他們這麼廉價的行為 我認為他們應該是受到 就是國民的譴責 有沒有其他朋友有問題 有沒有 沒有的話 那 謝謝各位 今天記者之路會 到此為止 我們明天有任何情況 我都會跟大家繼續報告 我都會說 中文字幕——YK